我们先来看看跟海洋有关的词汇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海洋 海洋的底部就叫海底 海水的水面上就叫海上 在海上的这个交通工具叫船 这条船大吗? 是的,不太大 所以我们叫它小船 现在我们来到了山里 寻找大海的源头 山里的小河沟 我们叫它小溪 叶子随着水流在水面上移动 这样的动作我们叫飘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片 船在水面上来回的航行 我们称之为巡航 学完了跟海有关的词汇 让我们继继续听玉林小明说故事 明天的叶子随着水面上来回来 小船在水面上来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